同学们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成大的研究所考题 那我想要用的解法是 我要把字变数放同一边 硬变数放另外一边 那我就先把原来方程式做一个整理 原来方程式整理成 等号左边第二项到右边去 我就把那个等号的右边写成 原来的再减掉两倍的xy 等号右边可以再提出2x 2x提出来之后留下y的四次方减掉y 然后我再把y相关的放在同一边 x相关的也放同一边 y相关的放同一边 所以是y的四次方 顺便把y的四次方提出一个y 剩下y的立方减掉1 关乎里面了 剩下y的立方减1 这个取导数之后乘上y' y'的话就是y对x为分 然后等号右边的话 有留下一个2x 再把左半边的3 还有这个1加x的平方 移到右边去变除的关系 然后我现在积分它 左半边右半边同时对自变数做infimbration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 我看到这个积分式的时候 其实我会想到说 可以把这个分式分解成部分分式的形态 第一个是y分之多少 还有y立方减1分之多少 其实用观察法可以观察出来 分子应该放多少 因为最后是1所以这个负1应该要乘上负1才会变成1 可是负1乘上y立方之后 必须要有一个正的y立方跟它抵消掉 所以这个应该是y平方乘上y 这样安排才对 安排完之后就来积分它 有一个是负的y分之一要积分它 还有一个是y的立方减掉1分之y平方 然后后面有乘上y对x的微分 现在要积分它 等会右边呢 现在有一个3倍的1加x平方分之2x要积分它 不定积分的关系我加个积分常数c 然后左半边先看左半边好了 各种学左半边可以把它变成单独跟y的积分有关 那第一项的话是负的y分之1对y变数做积分 第二项的话是y立方减掉1分之 我先写1好了 分之1 那把y平方写旁边 y平方比y 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我要准备把y平方比y 再合并成一个比较容易积分的形态 怎么说呢 这个可以把它变成 跟y立方减1有关 但是还没有结束 这个还要再乘上一些东西 我们在旁边讨论一下看应该乘上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的y立方减掉1 现在先对y为分 再乘上比y的时候 这个会变成三倍的y平方比y 我的转换关系里面有看到y平方比y 所以我有看到y平方比y的时候 我就把它变成三分之一乘上左半边 左半边这个y抵消掉之后 留下来的是y立方减1 做微小变化量的运算 所以这应该要乘上三分之一 那这时候我看到的两个积分式 都跟这种各同学学过的积分公式有关 就x分之一对x积分的话 可以变成nature log x 再加上个积分常数c 这个自然对数凡数 其实可以是负的数 甚至是虚数都可以 所以不加绝对值 狭义来说要加绝对值 但是广义来说不用加 现在我就可以变成负的nature log y 再加上三分之一的nature log y立方减掉1 左半边处理完了 右半边也差不多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就把右半边的2x跟dx 把它准备合并一下 我希望它合并成跟1加x平方有关 但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样子还不够 就像刚刚讨论y平方比y要合并的状况 是很类似的 到底要怎么样合并 我们想一下 如果单纯看1加x平方做微小变化量 认算的话 这个可以变成1加x平方 先对x为分 再乘上x的微小变化量 当它对x为分的时候 是0充对的x比x 那看起来不需要再加什么在前面的 或乘上什么在前面 不需要了 这前面不需要再乘什么了 因为正好就2x比x 是刚好对应到1加x平方的微小变化量很算 那等会右边就可以很顺利的积分出来了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3分之1提到外面来 留下来的部分是1加x平方分之1 对 1加x平方 要做积分 就是这个类型的形态看到了 这个类型的形态看到的时候 直接写成1分之1乘上nature log的1加x平方 那我就把它写到最底下这边来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答案是 负的nature log y 加上1分之1的nature log y 立方-1 然后右边的话 第一项是1分之1的nature log 的p加x平方 再加上基本常数c 各位同学 这个是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通解 是写成这个样子的 以上请同学参考 谢谢大家